大家好,我是小琪 地球北纬30度这条线 常常是飞机轮船失事的地方 人们习惯把这些区域叫做死亡巡洪区 不仅如此 这条尾线贯穿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及文明之谜的所在地 比如尸身人面像,神秘的火神火种壁画 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令人惊恐万分的百慕大三角区 让人类叹为观止的远古玛雅文明遗址等 然而20世纪末在北纬30度又出现了另一个神秘建筑 佐治亚洲引导师 也叫末日巨石镇 这个巨石镇是1980年3月22日 在美国乔治亚洲爱国特郡的一处山坡上出现 那么这个巨石镇是何人所见 又是用来干嘛呢 巨石镇上的预言与人类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巨石镇跟著名的英国巨石镇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英国巨石镇是欧洲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神庙遗址 而这个末日巨石镇则是20世纪才建造 据说呢 是一个自称罗伯特克里斯提安的美国男子所建 至于罗伯特的身份不得而知 甚至呢 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也不确定 因为在建造期间 他一直严格保密自己的身份 有人说啊 他很有可能是玫瑰十字会的人 因为相关专家在巨石底部发现了来自玫瑰十字会专属的玫瑰记号 而这个组织就是公积会的一个分支 他们认为啊 地球文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而这个周期时间是13000年 建造这个巨石镇的作用呢 就是帮助人们在灾难时重新走向一个新时代 1980年3月22日 这座神秘的巨石镇终于完成了 据说那天啊 还有400多个人参加了巨石镇面试的仪式 末日巨石镇高6.1米 用6块花钢岩石板组成 总重量达110多吨 四周围着4块石板 每块石板呢 大概是20吨 中间还腻了一块石板 最后啊 还有一块石板压在5块石板的上表 这些石板的排面跟英国巨石镇一样 并不是乱放的 而是具有一定的天文意义 据说呢 这个巨石镇有天文韧力的功能 中间石柱上转了一个小孔 从一定的角度 如果说观测者从南向北看 就可以看到北极星 此外 在顶固石板上同样有一个孔槽 每天中午 一束阳光会透过这个孔槽 照耀在中央石柱上 根据其具体的位置 就能够精准的确定 这一天的确切日期 在巨石镇的西边固远处 还有一块石板上 记载了巨石镇的历史和用途 石板下方6公里处 埋着一个时空胶囊 文字记载并没有发现 标注开启时空胶囊的时间 所以呢 就有很多人猜测啊 时空胶囊的开启时间 是否就是末日之后呢 巨石镇最上面那个石板 用巴比伦语 古希腊语 梵语和埃及象形文字 写了一段话 翻译出来的意思是 这里将会指引人类 到达一个理性的时代 而下面四块逆背的八个面 分别用英语 西班牙语 斯瓦西尼语 印第语 西伯来语 阿拉伯语 中文和俄语 雕刻着末日时界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末日时界的内容 第一条 保持人类武艺以下 与大自然永恒共存 第二条 明智的指导生育 增进健康与变化 第三条 用一种活的新语言 来团结人类 第四条 用沉着的理智 来控制热情 信仰 传统 及万物 第五条 用公正的法律 及法庭 来保障人民与国家 第六条 让所有的国家自治 在世界法庭中 解决外界的纠纷 第七条 废止所限的法律 及无用的官员 第八条 让私人的权利 与对社会的义务保持平衡 第九条 真是真美爱 寻求与宇宙和谐 第十条 不要做地球上的毒瘤 给大自然留点余地 而根据引导石上面的描述 在这一次文明的末日到来之后 幸存下来的人们 要坚守石碑上的十条指引 巨石镇的出现呢 引起了一阵轰动 很多人都感到不安 人们一直想知道出资建造这座巨石镇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们刻这样的碑文又怀着怎样的目的 当年修建巨石镇之时 正值冷战的高峰期 当时美国人民正在被世界末日和核大战的阴影所笼罩 所以呢 许多人认为这个巨石镇及其碑文 是人类命运的善意提醒和严厉警示 他们描述了重建遭受破坏的文明所需奉行的基本理念 然而还是有不少人产生了一些偏向阴谋论的联想 认为在未来的某一天地球上会发生末日灾难 使得人口骤降到5亿以下 而为了避免再一次发生末日灾难 人们必须按照石碑上的十条指引去做 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共济会一直以来倡导的新秩序吗 更有甚者认为 会不会就是像电影中灭霸实施的那种人类清除计划呢 另外有人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如果末日居实证的真正目的是要留给末日后的幸存者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信息 他们偏偏建载如此特殊的北纬30度呢 由于2020新冠疫情的爆发 虽然在中国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但是还是有很多国家一直在疫情大灾难中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大多数人依然处在恐慌之中 各种各样的预言层出不穷 但是在小期看来啊 这所谓的末日实践与预言根本没有关系 只是对后人的警示罢了 或许只是建造石碑的人为了世界的长治久安 提出的一些美好的发展性建议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石碑上提到的十条指引却值得我们讨论和深思 好了今天的故事呢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希望给小期点个赞支持一下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